除了美國之外 他的好兄弟 現在也沒多好 叫做英國 來 71歲的英國王儲 查爾斯確診 查爾斯也很難過 為什麼難過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說 查爾斯你這樣會不會傳染給女王 女王年紀很大 90歲了吧 94了 查爾斯你不要傳染給女王 女王年紀那麼大 這個比較容易重症 甚至丟掉性命 結果大家都忘記了 查爾斯也71歲 他的那個年齡層跟女王是一樣的 好嗎 好不好 關心女王的同時 麻煩多給查爾斯一些關愛的眼神 他也很可憐 他也70幾歲 你以為他現在是30歲 還是40歲 沒有 他也70幾歲了 來 當爸爸確診之後 兒子可能要自打嘴巴 因為3月3號他訪問艾爾蘭 就講了一段這樣子的話 他說現在每個人都說 都說我得了新冠病毒 自己快要死了 但實際上我們只是咳嗽而已 哈哈 我們夫妻倆正在散播冠中病毒 這樣不好笑 不好笑 因為你爸就中了 這種話就不要亂說 就像昨天我們講說 一群美國人有沒有 開那個新冠病毒派對 我們是無敵的 我們不會得 開完派對一堆確診 就是這樣 好不好 來 現在怎麼保護女王 王氏透露說女王離開 是因為他搬到溫莎堡 本來是住在白金漢宮 因為裡面有員工確診 3月中撤出陽性 當時女王其實還在白金漢宮 現在就趕快先搬走了 大家當然擔心這個 王氏會不會連環報呢 來 查爾斯他的確診 王哥是不是跟他有關 看起來有可能 是不是 看起來有可能 因為他們有 有T.O.C.C.接觸史 有嗎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查爾斯王廚他71歲了 我先說以他的年紀來講 他是高危險區 他是 但是我必須就是很 表示遺憾的 英國的媒體大部分 對他都不表同情 不喜歡他 沒有人緣 就是大家對他 大家都不喜歡他 你看幾個英國的報紙 他所看出來的 就想說希望檢測可以多一點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為什麼這樣講 對不起 第二個就是說離媽媽遠一點 第三個就是說 這個事情怎麼樣 現在這個 你到底是怎麼樣做檢測 沒有太多給予 查爾斯王廚的同情 可是他已經71歲了 為什麼這樣 我先慢慢 我也道來 先講左下角這個 摩納哥親王 阿爾巴爾士 他跟查爾斯王廚什麼時候見面 他們是在3月10號的時候 因為他本身就要跟 世界各國的這些領袖跟親王見面 所以這是他的工作 他跟他在3月10號有見面 但是關鍵是見完面以後 隔兩天 3月12號 他有跟女王見面 他有跟媽媽見面 所以他講隔兩天而已 因為為什麼會倒過來這樣子查 剛剛佑森問我 因為一開始他確診之後 大家在找原因的時候 接觸很多人 但因為這一位阿爾巴爾士 他有確診 因為有見過 所以TOC覺得說 你們是不是有可能 之後他在3月20號 剛講3月10號先跟摩納哥親王見面 3月12跟女王有見面 你會不會傳給女王 大家現在英國人關心 這不關心查爾斯怎麼樣 然後3月20號的時候 其實已經隔了10天 他才開始出現不舒服 但是他其實是輕症 開始出現不舒服 然後一直到3月25 英國時間3月25 他才確診 確診的當下 引來的並不是同情 或是你早日康復 或怎麼樣你有沒有傳給誰 而是說第一個 你離女王遠一點 甚至有人用詞 你最好就能閃多遠閃多遠 能滾多遠 你怎樣我們不關心 女王不可以有事 第二個就是說 大家對於他的整個過程當中 他過去跟戴安娜王妃的那些事情 英國人好像對他不是很諒解 所以就是他在英國的人緣並不好 最重要一點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因為他雖然是輕症 可是他畢竟他是皇室的人 現在英國 大家記不記得前一陣子 是完全不再做檢測 英國比較特別 他的檢測的門檻非常高 即使是已經不舒服到醫院去 他不幫你檢測的 所以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第一個他才講說 他常常是王儲已經確診了對不對 什麼時候 我們要開始提高我們的檢測 就是這樣而已 完全不care 你為什麼可以檢測 我們現在英國很多人 都發燒重症的都還沒有檢測 醫護人員都覺得自己不舒服 沒有檢測 你憑什麼檢測 你輕症 他是王儲 英國的名義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其實 人員不好差很多 所以就是說他生病了 他確診了 大家不關心你後續怎麼樣 關心他的媽媽 然後關心你為什麼可以檢測 別人都不能檢測 你是不是特權 然後還有 他是王儲 對 然後 誰要有特權 因為他有接觸的關係 其實是應該測 但是因為偏偏 英國不像韓國他檢測 到時候還得來數去測 所以就是說 檢測在英國很困難 你明明輕症還可以檢測 反而弄到後來 沒有人來同情他 這是查爾斯王儲的一個小小悲哀 這不是小小悲哀 對不起 這個我們不是要笑他 我們當然希望他早日康復 但是這裡真的是 太幽默了 好當然 當然要保護女王 確實 因為反正女王還在 你也變不了國王 你其實永遠是個王儲 所以當然是先保護女王 英國王是自然會有一些 相關的防疫措施 所以女王趕快搬走 據說白濟漢宮也是那種大清潔 連那種什麼洗手台的鞭 馬桶什麼 都要做完完全全100%的消毒 英國人顯然是 非常非常愛戴他們的女王的 然後還有一個特殊的畫面 來你看這是一個受訓的畫面 其實這也就暫停了吧 好不好 現在可能就暫停了 你有注意到這個女王 她戴了手套 女王戴手套 不是很正常嗎 受訓不是反正就戴手套嗎 沒有 基本上是沒有 因為上一次女王 同一個女王 同一個女王 很久了 這個上一次她戴手套受訓是 1954年 時隔66年 66年 為什麼現在突然間要戴手套 因為疫情嚴重 除了保護女王之外 接下來這個畫面同樣發生在英國 我實在很好奇到底 那個東西是什麼 要幹嘛的 要幹嘛的 來我們看這個英國手上強身 才告訴大家說 民眾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 跟無法在家工作的人之外 通通不准外出 通通不能外出 結果就被人家拍到這一張照片 然後把他刪掉 這張照片 你看他一堆一堆 這個看起來應該 這個什麼牌子啊 whisper 應該是衛生紙 對不對 你看我眼睛尖有沒有 whisper 上面寫whisper 所以這應該是衛生紙 那上面這一堆是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看起來 我就很好奇 到底這堆是什麼 為什麼我好奇 因為這樣一大堆 衛生紙跟其他的東西 一起出現在 首相官邸前面 所以首相上網網購嗎 大家都想不到怎麼首相那麼多 怎麼首相那麼多 這個照片其他是很Long的 這個東西是堆很高的 他不是一點點 他是一大堆 衛生紙還有很多物資 就在 就在來首相官邸的門口 所以 除了衛生紙之外還有什麼物資 那這些是首相要自己用的嗎 所以首相在囤積衛生紙嗎 還是首相其實是 先收來 要幫助英國有需要 幫助的這些朋友呢 我就非常好奇 你想一下 如果在台灣 哪一個官員門口 家門口 那個車子門打開 然後裡面衛生紙 被搬出來搬進去 然後被拍下來 完了 完蛋 英國首相關門門口 英國首相關門門口 就出現這樣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人 他已經到2050年了 他說他們家在用的衛生紙 是2020他父母所搶來的衛生紙 2050他還在用 還沒有用完 還沒有用完 因為一直不停的搶 不停的堆 至於英國首相 因為他之前有一個 所謂的佛系的方式 反正告訴大家 我們大概有六七成的英國人 都會得 然後你要做好準備 跟你所愛的人say goodbye 大家嚇死了你知道嗎 因為英國人其實很在乎 自己的人權的 所以當年英國不是也CCTV嗎 就有很多的中央監視器 那時候的倫敦 實在是沒有辦法認受 說我們怎麼可以 這樣子這個隱私權 這樣全部都被暴露 那當然後來 英國出現了很多的恐攻 大家也就比較能夠接受 所以當這個強森這樣講了以後 那英國人就很乖 統統都回到家裡去 那剛才那個韋翰講到 就是查爾斯王子 當他確診之後 英國人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覺得也很合理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因為最近大家都看很多的影片 就是不管你是在歐洲哪一個國家 那有一個英國的台灣的女孩子 那他就講說 他在家裡 他說此時此刻 而且還自己在量體溫給大家看 他的溫度事實上已經超過38度 他說他已經發燒連續超過11天 超過11天 當他發燒的時候 他就不停的打電話 可能是那一彎彎我不知道 打電話他就說沒關係 他說你就在家裡休息 他發燒4天打電話 請你在家裡休息 發燒5天 請打電話說你在家裡休息 他已經發燒11天了 孩子告訴你你在家裡休息 他沒有任何要幫你去 做任何檢測的意思 所以查爾斯王子 當然我們剛講 紐約是一個非常指標 大家想想看 英國皇室是不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標 就是我常常想說 這個病毒當時在亞洲流行的時候 比如說那時候我們提到安倍 安倍有可能 比如說採訪他的記者 可能也接觸過其他的確診者 大家就開始在講說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元首首相 他會被確診 被感染 結果我們現在發現 流行到歐美的時候 發現很多的上流社會 包含一些你會覺得很奇怪 他們應該是很安全才對 越有錢的人不管是球星 或者是隱星 非常有名的隱星 還有什麼Domingo也確診 然後現在告訴 打NBA的什麼都確診 對 然後德國總理梅克爾 現在在隔離 居家隔離 我覺得他很倒楣 他可能是要為了防疫 就打了預防針 結果幫他打預防針的醫生確診 結果他現在居家隔離中 早知道就不打了 對 不打沒事 就打了 變成居家隔離中 可是老實講 我非常非常尊敬梅克爾 我覺得在這一次的 整個的防疫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元首表現得非常的糟糕 比如說川普 荒腔走板 完全荒腔走板 到現在還在推 可是我覺得梅克爾 他給人家一個安定的力量 雖然德國他的疫情 也非常的嚴重 可是我覺得 我真的希望他是 非常健康安全的 你看查爾斯王子 然後另外牽涉到就是摩納哥 摩納哥他也是王室 當然他是一個 在歐洲比較小的王室 但是因為大家 也對這些歐洲的小王室 感覺很感興趣 比如他太太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不對 所以大家會關心 整個的歐洲或者是歐美 的包含一些政要 還有包含這些上流社會的民心 求新通通確診 所以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的過程裡面 也讓我們學習到 就是說這個病毒 真的是不分種族 他沒有分你是什麼種族 他也沒有分你是黑人還是白人 他也沒有分貴賤 說你是中下階層 我才找上你 上流階層 反正我有很多的御醫 我有什麼 沒有上流社會也一樣得 對 所以這告訴世人的事情是 大家不需要再歧視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很多的歧視 然後有很多的大家互相 你罵我 我罵你 我覺得真的是不必要 大家應該更團結起來 這個團結 甚至包括和黑社會 跟恐怖分子都給團結了 恐怖分子現在很害怕 對 他們不是連那個 全面撤出歐洲 ISIS快走 我們這時候不要恐攻 因為他可能覺得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現在 現在在流行蔓延的 他們的國家還安全一點 對 沒有錯 這種英國 歐洲很危險 趕快走 而且他真的是通告說 這些恐怖分子 現在立刻離開歐洲 因為那邊很恐怖對不對 所以人家都有高度的防疫性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直在聽 很多很多的一些確診的案例 剛才講說 這個英國女皇94歲 還有她先生98歲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女皇一定要離開白濟漢宮 要趕快到溫燒寶 趕快去做居家隔離 真的 洪威姐說的 政府如果表現得好 那當然人民就安全 那如果政府失能 無能 那問題就很大 那我們接下來看這兩位 國家的元首 講這樣子的話 要嘛就是造成動亂 要嘛就是鬧出人命 鬧出人命 我們現在講這個 這實在是幽默 就我剛剛說的 沒有警察 無政府狀態 那誰來管 誰來維持社會秩序 黑刀 黑幫就出來了 來 這是巴西的總統 他說新冠肺炎的病毒是小把戲 是媒體亂鬧的 這只是小感冒不嚴重 是政敵企圖推翻我的英國 What 然後要求李約 聖保羅等大臣 要解除隔離禁令 人民要恢復正常生活 此話一出 民眾傻眼 黑道很生氣 所以李約的黑幫看不下去 他說這些總統 講什麼 講什麼東西 因此自行下 下令宵禁 說民眾入夜之後 最好從街上消失 很兇 政府不做 我們來做 政府叫你不准出門 你想說 還要出門遛狗 硬要出門遛狗 黑道說不能出門 我們今天晚上還是不要出門 就郭外待在家裡面 政府頂多抓你 黑道可能會宰了你 所以看起來 現在巴西李約 靠黑道在維持社會秩序 讓人民聽話遵從 宵令乖乖待在家裡 可能是還蠻有用的 因為失能總統 黑道自己來處理 再來看看這一位 就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川普總統 他整個態度的話 讓人之瞠目結舌 比如說他前陣子不是非常非常的 這個堅定 大力宣揚 說這個抗虐急的藥 奎寧可以有效的來抑制新冠病毒 當然有些報告指出確實 因為這奎寧它的作用是什麼 你到身體裡面 它會去刺激你的免疫力 它會提升人體的免疫力 當你的免疫力提升 你就可以對抗很多不同的疾病 現在你去很多非洲國家 醫生也會建議說 你去之前先吃奎寧 但就有人聽了川普的話 有沒有用不知道 沒有經過證實 有人聽 然後就吃 然後就死了 就是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剛剛看到黑道的新聞 怎麼覺得 黑道好像比政府有效率 不然你怕誰有問題 就政府說你不要出門 然後黑道說你不要出門 你聽誰的 聽黑道的 我們前一張圖我更覺得 我以為是國外脫口秀 來液於政治人物的一個素材 你看第一個女王戴手套 可是他沒有戴口罩 幽默 真的很奇怪 然後強生首相 他告訴大家說 除非你要去買民生必需品 或者不能在家工作的人 你就不要出門 他們希望大家盡量不要出門 所以他買了一堆民生必需品 他女生作者怎麼樣 你看我就不出門 這也是滿有趣的件事 可是一般民眾買不到 手相買得到 這就怪了 他不去解決民眾買不到的 這些問題 反正自己就決定 自己先在家裡 威廉王子也是因為 稍微嘴不太乾淨 你看爸爸馬上就得 甚至其實英國大都在討論一些事情 會不會真的隔代接班 在這一次的疫情當中就成真 所以我看得整個都是 這不代表本台立場 這有一點是這個 英國的那種 椰魚式的那種脫口秀的那種感覺 但我們必須很嚴正的面對這問題 我們用黑幫跟英國整體來看 怎麼會覺得英國王太顧樂天 歐洲人也是這樣 剛剛提到這個首相梅克爾 他要求德國人 1000人你上的這個活動不要辦 結果德國人專門辦那 999個人的活動 這也是很反骨的一件事情 其實在防疫上在我們的觀念當中 是越小心越好 大家盡量能有口罩 盡量不要出門 可是看來他們的民眾 還是不是太能夠配合 加上其實剛剛大家在討論這麼多 我還發現一個問題 在美國這邊 其實美國的Homeless 就是流浪人口 大概有50多萬人 歐洲可能還更多 其實在整體防疫上 也沒有辦法去做好很好的追蹤 這無論在歐洲或美國 恐怕都是嚴正的問題 歐洲又有那麼多的國家 沒有辦法同步的防疫 有一些是這麼大落差 有一些是完全放空 要讓他集體免疫 所以我覺得 歐洲恐怕未來問題還是很大 這問題才剛出來 剛剛我沒有講到 說現在英國人 當然搶民生物資是正常的 他們現在很流行搶一種東西 剛剛其實照片有 我補充一下好了 他們現在流行搶什麼 搶雞 搶母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在現在流行搶母雞 對 因為雞蛋沒有辦法保存很久 但是買雞回家讓雞自己生就對了 我認為是這樣子 不是 我想說是有什麼 研究顯示吃雞蛋 可以對抗新冠肺炎 大家想說雞蛋買不到 那我搶母雞 這個這是誰 蜘蛛人 有沒有 最新的蜘蛛人 湯姆霍蘭德 這個小湯姆 他也 荷蘭地 他也搶了 很高興跟大家說 我搶了三隻母雞 這滿奇怪的 反正就是在這種 我上網查了一下 他們說第一個主要的理由 是因為在家隔離太無聊 可以養寵物 那要養寵物要養哪一種呢 就養雞 因為雞還可以下單 就是一個很妙的一個理由 就是狗狗牠可能吃得多 還得去遛狗 麻煩 沒有 你還要幫牠去買狗屍 對 記憶不用 其實搞不好可以養那個牛了 可以養那個奶牛 真的是很有趣 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很多 有關閉要淨 都可以選擇 Katie 給我 在家隔離太多 其實是 iqu子 我家隔離太多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